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依旧MF的孙子欣 今天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在管院的平台上交流 从我的背景上来看,我是个非常典型的上科学生 也是在实习和课程的不断努力与尝试中发现了未来想要从事的方向 这个暑假刚刚结束了在美国银行Global Markets环球市场部的暑期实习 也拿到了Return Offer Global Markets就是我们所谓的Soul3 Trading部份 主要负责二级市场金融产品的销售交易工作 很幸运的是,我也是今年公司这个部门 唯一一个来自大陆院校的实习生 升级美国银行的暑期实习是在去年的9到12月份 经历了网声video interview 还有六轮的电话名也是最终拿到了这个珍贵的实习机会 今年暑期由于疫情的关系 美国银行所有的实习生都在进行远程实习 虽然没能见识到传说中的trading floor 但是我还是通过邮件、电话还有视频会议的方式 体会到了整个部门的运作 在实习中我们做了很多与业务相关的project 体现出自己的业务能力 也在和同事的交流中 体现出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对这个岗位的热情 再加上一点点运气 最后拿到了这个Return Offer 在我看来我能拿到这个实习机会 主要依靠一下几点 第一点是充足的准备 对于想要从事消散trading工作的同学来讲 你的技能术应该包括三方面 是你对客户、对市场和对金融产品的了解 那我在这三方面都做了比较全面的准备 其次的话是要理性自己的motivation 或是从以往经历出发 分析自己在做每个重要决定时候的决策过程 以及从中体现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的特征和这个岗位有哪些契合点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最后你要在面试中释放自己对这个公司和岗位的热情 除此之外运气也是很重要的加成因素 尤其是对于Sales这类client facing的工作 你和面试官之间的chemistry就是很玄学的一件事情了 你也没有办法去准备 所以就是做自己就好 我在广员的这一年成长非常快 特别感谢广员的老师同学和学长学姐 在实习和申请期间给我的大力支持 几乎并不是一个彩虹屁 广员的课程设置其实是非常接近于实物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助其老师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课程 同学们每节课前会做十分钟的市场热点新闻讲解 从股债黄金石油到供应链金融 粮食危机货币政策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此外广员还有很强大的企业资源 有很多知名的企业在复旦做宣讲会的第一站就是广员 我觉得想要申请的同学们 可以将InfoSession作为和这家公司产生离奇的第一步 广员还有散布在各个行业的校友 高入行的校友 他们可以给你一些职业出席发展的建议 还有申请提示 那经验丰富的校友能为你领清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最后就是一起申请的同学 他们真的是最好的战友和伙伴 我们相互鼓励 互相分享信息 释放压力 那么会让你觉得这段的申请经历是苦中带甜的 最后给想要从事Sales & Trading的同学们一些建议 对于硬技能方面 我们都知道如果想要做Markets 每天关注市场新闻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建议大家要把所有的新闻都落脚到交易上 否则的话它就是空中楼阁 还是以市场客户以及金融产品三个角度来思考 当一个市场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发现什么样的交易机会 向哪些客户推荐在什么样的市场交易 哪种产品来为他们获利 其次的话我觉得知识面是要广的 尤其是当你申请一些香港的Sales & Trading岗位 他们有很多的rotation来做 你不知道下一次你的面观是做哪种产品的 不要让自己局限在传统的股票 债券黄金这些资产 还有很多的另类资产和衍生品 我觉得都要有所了解 那最后一些软技能方面 从自身经历来讲 强调英语沟通的重要性 恩便也不为过 希望大家在申请期间 能够每天都动动嘴 保持住自己的英语状态 那最后给大家的鸡汤就是 不要焦虑 大家每个人都很焦虑 一个萝卜一个坑 一定会有你的一个坑